近日,国际原子能机构网站消息称,该机构对福岛核电站附近海域进行排海以来的首次取样监测,认为海水中放射性物质穿浓度低于日本均稳限值。 那么,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总干事格罗西日前也表示,IAEA作为国际组织可以代表国际社会检测日排海活动, 俄网要求其他国家参与对日检测,就如同要求各国先参与对伊朗核设计保障监督,记得中方对此有何评论。 我注意到有关报道,日本向海洋排放核事故污染水事无前例,事关各国的重大利益和关切。 国际原子能机构秘书处目前所谓的对日监测,没有机构理事会授权, 未经成员国充分讨论,指示秘书处向日方提供的技术咨询和支持活动,缺乏国际性和独立性。 7800吨核污染水已经排入排阳,但国际社会迄今仍然不了解国际原子能机构秘书处的具体监测安排。 国际社会要求建立一个邻国等利益攸关方充分实质参与,长期有效的国际监测安排。 就监测的核素种类、频率、地点、范围、报告等制定详细的方案, 日本和机构秘书处都应当以负责、严肃的态度做出回应。 我还要指出的是,任何监测都不是对日本向海洋排放核污染水的认可, 赋予不了日方想要的海海正当性和核反性。 日方应当立即停止,向世界转嫁核污染风策。 你想要做什麼? 你想要做什么? 你说 doen? 感谢观看